第37集 这时 叶凡大步向前走去 什么也没有说 庞博紧随其后 张子玲也快不跟了上岸 其他人也全部站起 随着他们进入那片树林中 当看到叶凡与庞博大步而来时 李承清与王眼 毕竟心里有鬼 多日时有些心惊肉跳 刘云志的面色 则阴沉到了极点 鱼驴放过你们 不跟你们计较 而你们却想弄死我们两个 这次再放过你们的话 我庞博这两个字 倒过来写 你 你 你胡说 李承清当场就冒出了冷汗 王眼的脸色非常苍白 惊慌的便捷 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明白 庞博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再次放了一遍录音 在这一刻 王眼与李承清顿时慌了 而刘云志的脸色 也开始发白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他们根本无法辩解 我们说的只是气话 这怎么能当人 李承清大叫 此刻他彻底的恐惧了 气话 你当在场的同学 都是三岁孩子吗 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向来沉默寡言的张子玲开口 刘云志 你们太不应该了 怎么会生出这种心思 真是糊涂 王子文的面色非常严肃 林家也摇头太息 大家同学一场 你们怎么能这么狠毒呢 这也太过分了 连共同流露到这个世界的同学 都想害死 你们还有没有任性啊 其他人也都纷纷出言 全都指责于鼠落眼前这三个人 最后周易皱了皱眉 同学间至于要死要活吗 赶紧向叶凡与旁部道歉 刘云志三人面色惨白 在这一刻恨不得找个地方 钻下去 道歉就不必了 口是心非 能有什么诚意和效果呢 叶凡看了一眼周易 又转身看向众人 他们都已经生出这种心思 如果说我还能平静面对 那是自欺欺人 有人时刻想找机会弄死我们 我总不能一天防到晚吧 说到这里 叶凡大步的向前走去 刘云志的脸当时就白了 没有一点血色 立刻抓紧手中的金刚宝楚 眼中闪现出一丝慌乱 王眼则惊慌的叫道 你 你要干什么呀 李长青也露出巨色 神态非常慌张 催促刘云志 快用金刚宝楚 快用啊 他们三人都知道 这次叶凡不会无视 他们的存在了 可是一旦出手 肯定不会善了 庞博也跟了过去 但叶凡却拦住了他 这次我做恶人 一做到底 说着 他将庞博手中的 大雷音丝同别 接了过来 叶凡单手提着 向前逼近而来 王眼惊叫 你 你不要过来 叶凡没有看他 首先 向刘云志 与李长青走去 在这一刻 刘云志突然一把 将身边的李长青 向叶凡推去 挡在自己的身前 而后 持着金刚宝楚 跟了上来 用力挥动 大叫着 去死吧 碰里 叶凡单手 抡动 大雷音丝同别 像是 劈抽在一个 稻草人身上一般 一下子将 李长青抽得 凌空飞起 横飞出去 足有四五米远 可想而知 有多么大的力量 后方 众人暗暗吃惊 觉得叶凡 还真是配得上 野蛮人 这个绰号 力气实在是 大的出奇 庞博看着 摔倒在地上的 李长青 也遇到 这就是你说的 仗义的云志 关键时刻 将你推出来 挡刀子 真是正义啊 李长青 感觉半边身子 都剧痛无比 骨头似乎 断了好几钩 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但却被 上前去的庞博 一脚踩在那 再也难以 动态一下 就在这个时 叶凡轮动 大雷音寺 铜别 重重地砸在 金刚宝杵上 刘云志 手中的一丝 细微 神灰 闪耀 但是 根本 挡不住 这种距离 叶凡手中的 大雷音寺 铜别 并没有光芒 放出 但是 他力大无穷 轮动起来后 简直像是 一座铜山 在震动 当当当的 接连三升金属 拆音 刘云志 被叶凡 声声地 砸趴在地上 跪在那里 双臂似乎折断了 不断地惊乱 金刚宝杵 滚落在一边 被叶凡 收起 这个时候 张子凌 走了过来 将王眼 带到近前 刘云志 脸色雪白 你 想怎样 被那沉重的铜扁 压在身上 跪在 叶凡的身前 叶凡文言 平淡地笑了笑 想怎样 想以后安心 不再被人惦记 你 你要干什么 刘云志 彻底地慌了 冲着不远处的 众人喊道 大贾石同学 不要让他胡来 你听说过 古代有一种刑法吗 是专门针对 狠毒的犯人 创出的 活活摔死在 巨石上 或者是牙壁上 你 你 不要啊 刘云志 惊恐地大叫 但是却无力反抗 被叶凡单手 踢了起来 像是抓小鸡仔 一般 走出树林 拎到了那片 刻着荒谷 禁地 四个谷字的 十笔钱 庞博与张子凌 分别揪着 李长青 与王爷 也跟了过来 不要 不要啊 救命啊 三人全部恐惧地大叫 一般 这样不好吧 他们再不对 也是同学 你不能这样草率地 处置他们的生死 周易面色不快 此刻开口阻拦 是啊 不要这样 毕竟是三条人命 他们再不对 也不应杀死 再给他们一个 改过的机会吧 有三四人跟着劝解 叶凡挥转过身 面对众人 其实我真不想这样做 但是给他们一条活路 就等于为自己 开启了一条死路 突然 叶凡神情一致 他在十笔这里 看到一个牙洞 里面 有两头周身斑驳 缠绕的狐仔 正在对他刺牙咧嘴 虽然都不过一尺长 但是已经有了凶手的气象 剑齿虎 叶凡断食一惊 在地球上 这个物种早已绝迹 不像今日竟可以见到 虽然看起来还很幼小 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锋锐而又尖长的力尺 寒光闪闪 这里是剑齿虎的巢穴 成年虎外出猎尸不在 不然的话 一行人恐怕危险了 此刻 除了周易劝阻外 也有其他人开口 叶凡 不要冲动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杀死同学 好说不好听啊 叶凡看清牙洞内的一切后 转过身躯面向众人 我一直没有跟他们计较 但是他们却不断生出歹意 想要害死我遇龐博 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保 但是大家不希望同学间自残 那么我听大家的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龐博一听这话 顿时不干了 还给他们机会 难道正着被他们害死啊 叶凡摇了摇头 别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龐博 将他们三个先绑起来 留在这里一段时间 不能让这三个危险的人物 跟着我们同行了 龐博尽管很不情愿 但他对叶凡很了解 见他露出别有深意的眼神 知道他肯定有什么打算 便不再多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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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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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